長髮女子 臉色蒼白 表情猙獰 低頭瞪人 讓人看了猛起雞皮疙瘩 明明是恐怖片中的景象 竟然出現在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民眾當時倒車準備停車 轉過頭卻看到旁邊的車輛車窗 有名長髮女子表情陰森 低頭瞪她 讓她差點下破單 民眾在臉書po文說 當時看到這表情陰森的長髮女子 差點踩油門撞過去 但其實這只是最近網購很夯的 恐怖貼紙 不過駕駛二座距 把貼紙放在車上嚇人 也引發不少爭議 我覺得這貼紙很恐怖 就是乍看真的 如果又是晚上的話 真的會嚇到 會覺得有鬼 在網路上賣的恐怖反光貼紙 最早是在大陸流行 被開車民眾拿來下 後方開遠光燈的駕駛 比較看看沒有光照時 車內比較暗 貼紙人形看不清楚 但一旦有光照 貼紙上的女鬼圖樣 變得有夠立體 就像阿飄在眼前出現 萬一嚇到人恐怕會發生意外 不過目前竟然無法可罰 一般車輛如果使用這種貼紙 並不會受罰 但是如果說計程車使用這種貼紙的話 就會違反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處罰九百元以上 一千六百元以下罰還 對應該要立法禁止 嚇到緊急剎車可能後面會追蹤之類的 車輛貼恐怖貼紙在大陸韓國意外頻傳 大陸警方開始取締 韓國也有開罰先例 畢竟這種貼紙圖像太逼真 膽小一點的駕駛 開車嚇到出事情也不是不可能 接著網家信 陳奧骨高手報導